来看这条消息,美国新闻集团13号证实,国际传媒大亨莫多克当天提出与邓文迪离婚,这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 莫多克发言人13号对外证实了上述消息,并指出,在莫多克当天正式提出和邓文迪离婚前半年,他们的婚姻就已经不可以挽回的破裂。 莫多克是在13号早些时候向纽约曼哈顿的地方法院递送离婚申请文件的。 邓文迪1999年6月和莫多克结婚,是莫多克的第三任妻子,与莫多克育有两子。 莫多克现年已82岁,是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。 2011年,新闻集团旗下公司陷入窃听门事件,在英国议会的听证会上莫多克遭人攻击,坐在旁边的邓文迪起身保护莫多克,让外界对邓文迪记忆犹新。